我是70后 同学人都是00后 相差30岁 我叫杨玉江 今年49岁 我之前是从事那种传统的物流 是河北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业的大一学生 为什么在48岁的时候 选择参加高考 最主要的就是从小就喜欢 这是一个儿时期 就一个个人的梦想吧 后来就到了 由于成年以后一直忙于生计 也就没有时间考虑这个 现在正好儿子也考上大学了 然后家里人也都非常支持 这时候我就果断地放弃了之前的工作 然后我就开始了我的梦想之旅 没有一点基础 也没有接触过任何这样的绘画的课程 或者是老师之类的 就是纯属喜欢 21年和22年连续考了两年 第一年是学习的晚 就学了70天 然后去参加的高考 分数就达不到这个录取线 所以又复读了一年 第二年然后就考上 背考就是首先从美术专业开始 找那种美术集训机构 和所有的同学们一样 从早晨五六点起床 一直到晚上 每天就是这样的 一直持续了六个月 然后直到联考结束 然后联考结束以后就是文化专业 因为我的基础特别差 几乎是两个基础 所以机构里的那些方式 都不太适合我个人 然后我就自己在家学习 然后找了一些就是 在刚刚参加在校那种大学生 因为他们参加了高考 知道那些考试的那些内容 还有提醒 然后帮我捋了捋重点 后来我就自己开始自学 大学一样和高中一样 还是需要你努力的 大学可能设计的方方面面更多 它不单单是设计到 你的课堂上那一点 它还有很多课位的活动呀 等等的 它都跟你的这个成绩挂钩 它都在你的综合成绩里面 还是要必须的全力以赴 去应对大学生活 画画这个事不是说我 四年就能学成什么样 因为我喜欢 所以我会一直追求 所以我已经就是 把大学考研的那些崇拜 之前的事情都已经开始做了 比如说英语四六级啊 然后还有是诗姿啊 这些我都崇拜开始了 所以未来我可能 还是会在校园里 一直这么待着 一直继续学习 深造 衷心地感谢网友们为我点赞 也同时想对那些 被为鼓舞到的网友们说 短暂的停留 是你们未来发展的平台 大胆地去追逐你的人生 你想要过的人生 最后祝广大生生学子们 金宝提名 进入自己理想的大学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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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提供